在中国的许多城市正在全面推广智慧化发展 随着城市车联网的建成 越来越多的司机感受到他们的道路变得更聪明 驾驶员随时接收路况报告以便选择最佳的路线 中国城市正在全面推进智慧化发展 数字化智慧催化日常生活 城市管理等诸多领域 在中国西南部的重庆市 随着城市吃联网的建成 越来越多的司机感受到他们的道路变得更聪明 我现在觉得这个车还有路还有人就完全结合在一起 我觉得这个对驾驶员来说更加安全 驾驶员可以实时 甚至提前接受路况报告 以便选择最佳路线以避免严重的交通用途 如此智能的背后 是重庆两江新区220公里干线道路 安装了500多套各类路次感知 毫米波雷达 激光雷达等设备 现在每一秒钟就有1000到1400条信息数据 回传至两江新区智慧城市平台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防火门 防火门的话我们是每200每一道 进来之后我们就被所有的智能设备所包围 它这个光纤要覆盖所有的电缆 到时候电缆哪里发热的时候 它会迅速地感应 然后传到我们的智能系统中去 在地下也采用了智能技术 建立了全程综合信息模型 除重庆外 中国目前已有290个智慧城市试点 累计开工建设的地下管廊项目 超过1600个 长度超过5900公里